展现神奇之道,深挖未解之谜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 天才的另一面就是魔鬼 世界首富马斯克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是人,是神,还是阿修罗 大家知道吗 马斯克先后创办了美版支付宝PayPal 可回首火箭公司SpaceX 新能源汽车特斯拉 以及光伏发电企业Solar City 最近他又高价的买走了推特 事实上,其中他的每一个公司都足以改变游戏规则 而马斯克也因此被称为奇才 国宝,非人类,钢铁侠 今天咱们就聊一聊这两天 马斯克遇上什么茶子了 讲到自己可能会神秘死亡 网上说的毒丸计划 他吞下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呢 油炸花生米嫌人少叙咱们订阅上车 直接起航 作为天才的马斯克经常是 语不惊人死不休 就在前两天 马斯克发推说 如果我神秘的死去 那么很高兴认识你 此推一出 引起轩然大波网上一片热议 一波接着一波 就连马斯克的母亲都转发了这条推特 而且生气的说 这一点都不搞笑 解释一下 他说的意思就是 儿子能不能好好的 麻木着小心脏啊 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 别嘚瑟了哈 一点都不好笑 飘哥 简单的刷了一下 这方面的资讯 发现网友们的猜测 一般围绕着三个事件进行的 第一 大熊熊和小熊熊的冲突 第二 收购推特 第三 马斯克发现了神秘事件 马斯克在地缘冲突之中 可以说是首当其冲的局外人之一 他无偿的为小熊熊提供星链服务 并且表示说 特斯拉在乌克兰的所有的充电桩 都可以免费使用 还有就是向普大帝发出挑战 希望能够用决斗来结束这场战争 在大帝面前 年轻的马斯克胜算有多少 还真不好说 毕竟普大帝可是柔道的黑带级别 在克戈伯里也是隐居训练多年的忍者 如果真的上演一出擂台上的对决 泽连斯基会多么的看热闹不怕事大 但是这件事立马就受到了各方的关注 第一个站出来的就是车臣的总统卡德罗夫 说是这还轮不到你够着上 先到车臣的练务场走一走 言外之意你不配 而另一位大神就是罗格金 是大雄雄的国家的航天集团公司掌门人 在推特上直接很不客气的开轰 并且指责SpaceX星链卫星系统设备 送给了小雄雄的海军等等等等 并且喊话马斯克对此负责 就在口角战几分钟之后 马斯克发布了上面神秘死亡的推文 曾经马斯克还口出狂言 说是俄罗斯发出来的导弹 看到我之后会自动的拐回原来发射的位置 基于这些事情很多的网友猜测 马斯克已经被特工盯上了 其次呢 关于马斯克全资收购推特一事 中间也发生了挺多的不愉快 就在截稿时的上周 推特宣布公司董事会 接受了特斯拉CEO马斯克 Elon Musk将此有话的提议 马斯克将以每股54.2美元的价格完成收购 总价约为430亿美元 隔夜 推特股价涨5.66% 收保51.7美元 过去一个月股价列即涨幅约34% 马斯克作为世界的首富 这收购的速度确实配得上他的能力 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就敲定了这么一大笔的买卖 飘哥觉得这件事情最有意思的 就是当时推特为了抵制马斯克的收购 而推出的毒丸计划 收购者与被收购者之间的快意恩仇 听名字 是不是相当的有意思呢 就像是电影里的黑帮老大组织的行动一样 带头大哥 嘴一撇 列出了四个字 启动毒丸 OK 其实呢 它是资本博弈之中的特别重要的 和有效的一种手段 很多的公司都用毒丸计划击退了恶意收购者 那么毒丸计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谁要吞噬这个所谓的毒丸呢 毒丸计划正式的名称为 股权贪薄反收购措施 由美国的著名的并购律师马丁利普顿 于1982年发明的 是一个在金融领域被广泛使用的 反恶意收购工具 毒丸计划的模式是 当一个公司一旦遇到了恶意收购 尤其是当收购方占有的股份 已经达到了10%到20%的时候 公司为了保住自己的控股权 就会大量的低价增发新股 让其他的股东有机会以低价买进新股 从而让收购方手中的股份 占比下降 摊薄其股份 同时也增大了收购成本 也让收购方无法完成收购 再回到咱们今天所说的主角 毒丸计划也叫股东权益计划 推特在新闻稿中宣布 公司董事会一致的通过了一项 现期的股东权利计划 以减少其他实体 其实指的就是马斯克 说是减少其他实体通过公开市场积累 获得公司控制权的可能性 新闻稿称如果实体个人或者是团体 在未经董事会批准的交易之中 获得了推特已经发行普通股15% 或者更多的股权 则该权利将生效 根据权利计划 其他的股东将被允许以市场价格 50%的价格购买额外的普通股股份 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人任何的人 想要恶意的收购推特公司 并且持有期股份已经超过了15% 那么所有的人都将解锁一个双倍能力 你可以以一半的价格来购买推特的股票 让自己的股份变多 这样的变相的马斯克的股份就被稀释了 可能从15%直接降到了10% 甚至是降的更多 甚至有一些读完计划直接不用钱 免费的就送你股东股份股票 反正最后的目的就是稀释恶意收购者 让控制权不落在其他人的手中 大敌当前 推特预设下一颗读完 此次推特读完计划设定的触发条件是股份 占比15% 也就是说 在2023年4月14日以前 任何人的股份占比超过15%的话 读完计划就会启动 那么推特公司的反击能够成功阻拦得了马斯克吗 在这一收购的消息一出现之后 除了吃瓜群众凑热闹的网友之外 推特大股东之一的沙特王子 就是一大串名字那个 也是不好惹的主 那他就表示了 由于推特增长前景良好 马斯克的报价低于推特的内在价值啊 这怎么能够接受呢 紧接着资产管理公司Vanguard 就突然冒出来 增持推特的股票 增至了10.3% 已经超过了当时 马斯克成为这家大公司的最大的外部股东 而推特董事会已经正式的启动的读完计划 也被业内人士视为是阻击马斯克收购的防御措施 这其实不难理解 通常来说恶意的收购方野蛮人 一定是看中了企业当中的潜在的价值 才愿意孤注一掷 但公司为了保住自己的控股权 贪薄股份 没钱 门都没有 显然在读完计划下 收购价格更加的贵 收购的步骤更加的复杂 那么买推特不为赚钱的马斯克 这样野蛮人就会面临着买就要大亏钱的可能性 马斯克的一举一动 无疑也都备受瞩目 尤其是那些设置了读完的股东们 眼睛盯着的同时 嘴里还念叨着 吃了他吧 那是个毒苹果 不过 无论结果如何 这都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大资本游戏 按道理来说 读完计划威力如此之大 那董事会岂不是无敌了 推特永远也不会被收购了 哎哎哎好戏就又回来了 这个问题呢 问到点子上了 答案是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读完计划也是有解药的 一般来说 两招可以解破读完计划 硬上不行 那就智取 读完计划 有一个前提就是 董事会不同意的情况下 股份超过15% 那如果说服了董事会 打入敌人内部 或者是类似于 那个贼好使的 一票否决权之类的 那也可以继续的完成收购 这种情况呢 相对来说比较少 难度也比较大 可想而知啊 谁愿意得罪 和自己一起赚钱的 董事会的成员呢 一旦收购没有成功 自己在董事会里边 完全没法混了 那么 大部分都是采取第二种情况 无法打入董事会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起诉 只要是向法院 想办法说明 自己不是恶意收购 能对股东利益最大化 如果你说的有理有据有节 法院可能会判 董事会败诉 取消读完计划 所以呢 读完计划并不是 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而是用于拖延时间 可以更好的增加谈判筹码 转折很快的到来了 就在推特实施了 读完计划 仅五天之后 马斯克再向SEC 提交了申报文件 说是 已经获得了超过 465亿美元的收购融资 文件披露了 这笔资金的具体的来源 由摩根士丹利机构 提供130亿美元贷款 由特斯拉股权抵押 获得125亿美元的贷款 以及210亿美元的现金 这一下 推特公司一看 人家马斯克认真了 不是开玩笑的了 人家确实的准备好了钱 读完计划可能不攻自破了 由此 马斯克对推特 似乎是志在必得 甚至在接受美国 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如果目前的方案行不通 那还要准备出来 方案必 不难看出 短短的20多天里 推特公司迎来了 自成立以来的最大的变数 而马斯克不到三个月 闪电般的 就完成了对这家老牌 社交媒体的吞噬 那么问题来了 什么道理 让读完计划泡汤了呢 全联并购工会 信用管理委员会的专家称 440亿美元收购价 是让推特董事会 无法拒绝的价格 推特独立董事 Salesforce 联席CEO 布雷特泰勒公开表示 推特董事会 对马斯克的收购方案进行了 详细全面的评估 尤其是价值 确定性和融资 这一交易能够带来 可观的现金流 董事会相信 这是推特股东的最佳选择 很明显 如此高的溢价 对于推特来说 也是一个绝好的卖出的时机 机不可视 股东们的读完 就是一个筹码 失去了这条大鱼 将来推特烂在自己手里 那可就是一文不值了 推特董事会 在强大的收购面前 真的就直接的 瘪茄子了 读完计划被瓦解 硬生生的 湮灭了读完的马斯克 会蹊跷流血呢 还是有护体神功呢 因为他的特斯拉股东 可是不买这个账 后院又起火 收购当日 特斯拉股价暴跌 这将是又一个资本陷阱 等待着小马哥去跳 将来咱们单开一句 集中到推特收购案 可想而知 在整个的收购过程当中 马斯克面对着读完计划 一定是很生气的 他说 等到自己全资的收购了推特之后 就把董事会这帮人开除 尽管到最后 双方达成了交易 但是马斯克和部分 推特的董事会成员 结下的梁子 是不会少的 大瓜 还在后头 那么导致他说出神秘死亡的最后一个观点呢 有人认为马斯克遇到了神秘事件 制造火箭 火星移民 神秘事件 所有这些联想在一起 你会想到什么 神秘生命 神秘的外星生命 飘哥想到了一部小说 刘慈欣的三体 叶文杰发现了三体人 三体人朝着太阳系发射了水滴 难道说马斯克也发现了外星生命吗 可能性太小了 这有点太扯了吧 一个致力于火星移民的马斯克 如果真的发现了外星人 肯定乐于第一时间与世界分享他的发现 你还真别不信 连马斯克自己都相信我们的世界是虚拟的 一个外星生命 他的出现不是很正常吗 也或许正如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过的 人类如果活得太久 思想会固化 不会进步 不利于人类的发展 难道马斯克是害怕自己有一天会老 思想会退化吗 也或者他希望自己像我们看到过的科幻小说一样 他在移民火星的过程之中突然的消失了 被外星生命拐走了 这样想起来很残忍 但是这样做了很酷 就像是咱们分享过的女特斯拉 玛丽亚一样的传奇 去卯秀星团 还是去扮人马座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神秘的离开 这或许又是马斯克的大脑里迸发出来的 又一次大胆想象吧 大家认为呢 毕竟小马哥是一个性情中人 当时有记者采访他说 如何度过当时必须在两个他亲手创建的公司之中 选择要放弃一个的时候 他说 每个公司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放弃任何一个都是极为艰难的选择 说到这里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马斯克哭了 对 真的哭了 马斯克就在采访的现场当时就哭了 当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 觉得这个瓜可以够juicy的甜瓜 刚刚想收起小板凳 回去洗洗睡的时候 轰隆隆的劲爆音乐再一次的响起 就在截稿的一小时之后突发新闻遍地头条 咱们的信息主要来源于BBC和推特平台 说是马斯克反悔了 推特的收购被按下了暂停键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效果 这又如何发展呢 资本大恶的血拼 果然是如电 易如露 夜幕之下 庞陀大雨之中的厮杀 永远没有停歇 先看啥情况 原来呀 马斯克在推特的平台上讲 推特所提供的僵尸粉少于5%的数据 有虚假嫌疑 等待推特提供详细的可靠的信息 才能够重新进行买卖 这就是说马斯克有可能刚刚破掉读完计划 双方一切谈妥了之后 小马哥要撤脱了 有可能收购因此而泡汤 什么效果 市场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推特的股价暴跌10% 而且还在观望后续结果 后续结果不好的话还会继续跌 股东们炸锅了 那么可想而知 推特的董事会的反应了 全都是一脸懵逼 满脸是汗 小马哥早上起床又补了一刀 说是啥 说仍然致力于收购的 就这么一句话 不说这个还好 说了这个意思是啥 意思是收不收购 那你们可就不说了算了 我说了算了 如何发展的事态 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上的传闻太多了 有说是为了能够再次的压低价格 砍价 也有说 本来啊 马哥就没想收购 为了躲避10亿违约金 他才这么说的 然而分析师推测 他可能正在寻求重新的谈判价格 甚至放弃收购 刚刚的两天前 马哥放过话 说是推特关闭了川普的账号 是一个道德绑架的一个傻叉的错误 言外之意 他错误了之后立马给老川结绑 得了 如果放弃收购 老川也就别想再结绑了 但是小马哥 大家是知道的 啥事做不出来啊 发稿时 是这样最新的发展情况 当大家看到视频的时候 或许一切又变了 吃瓜群众的心 被小马哥揉搓的是 洗碎洗碎的 杀 爹 爹